炒股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自打全球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之后啊 这两天中国的股票真可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啊 全球的股灾不仅是遭殃了民众 咱明星们也是难逃一劫呀 这不赵薇与丈夫黄有龙 俩夫妻因为股票的狂跌 这身家瞬间蒸发了约3.68亿港元 而同为股友的张子怡也是在劫难逃啊 她与张妈妈持有的某商业地产 就在这场股民游戏里一日之间蒸发了1.58亿港元 童子们 看在明星与你们有难同当的份儿啊 心里是不是瞬间平衡了些嘞 所以说呀 古海莫测 古海莫测呀 又不全一乐 今天你管住自己的手了吗 整理报道 炒股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自打全球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之后啊 这两天中国的股票真可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啊 全球的股灾不仅是遭殃了民众 咱明星们也是难逃一劫呀 这不 赵薇与丈夫黄有龙 俩夫妻因为股票的狂跌 这身家瞬间蒸发了约3.68亿港元 而同为股友的张子怡也是在劫难逃啊 她与张妈妈持有的某商业地产 就在这场股民游戏里一日之间蒸发了1.58亿港元 童子们 看在明星与你们有难同当的份儿啊 心里是不是瞬间平衡了些嘞 所以说呀 古海莫测 古海莫测呀 又哭泉一乐 今天你管住自己的手了吗 整理报道